疫苗气泡启动两个星期 但是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 没有持续增加度 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认为 政府应该提供更多诱因 鼓励市民打针 政府上月底公布 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食肆、酒吧等场所员工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防疫限制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放宽 措施特行至今大约两个星期 接种首剂疫苗的人数 由实施当日大约12000人 上升至今个月初 最高大约2万人 但之后回落至大约15000至17000人 近日跌至11000人 有餐饮业人士说 至今超过九成食肆 保持B类营运模式 即是员工无需接种疫苗 维持4人一台 和糖食至夜晚10点等 饮食业从业园的接种比率 至今也只有四成 不适宜去接种 那他就索性不去接种 而老板那方面也不能强迫员工去接种 所以在这方面也造成有很多食肆 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认为 当局可以以家庭为单位 实施疫苗气泡 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接种 可以提供消费券等 鼓励接种 他又说最重要仍然是市民 对疫苗安全产生信心问题 当局应该多做解说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今报报道 不过人家庭